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公子 不 英将军 快接旨吧 大人 这 英将军 现在您是大人哪 下官恳请将军到了长安万岁身边 可别忘了咱 好在咱也算同在大汉 同在兴朝为官哪 这个 我能不去吗 抗旨不遵 那可是杀头的罪 英将军 您这是怎么了 下官告辞啊 等英将军启程之日下官再来恭送 庄永远 下官 哥哥 小姐 哥哥 你忘了爹爹的话了 爹爹临走前说过 殷家后人永世不得为官 我没忘 可这是圣旨啊 小妹 违抗圣旨可是要株连九族的 当初爹爹就是因为错帮了王莽 才和刘家结下怨仇 哥哥 王莽是篡权 我们是大汉的子民 可不能助纣为虐啊 我才不是什么刘家的子民 刘家人自己不争气 把大好的江山丢给了别人 这关我们什么事 小妹 你别老帮刘家人说话好不好 我没有 还说没有 你左一个刘家又一个刘家 我真不明白 那个刘秀到底有什么好 他再好 我 于我有什么相干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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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这个了 这关我不去当了 咱们就留在陈殷家庄 哪儿也不去 好吗 好 文叔 出什么事啊 大汉 大汉 废处罢免的人 都重新封了官 殷家也在其中 圣旨已经到了殷家 封殷是为 都计校尉 御前释驾 这一下 殷家 可真要成咱们的对头了 文叔 你没事吧 大哥叫你回去呢 你先回去吧 我想再待会儿 好 大哥 文叔呢 好 邓羽去找了 咱们呢 先等等他 三弟啊 还是太嫩了点 我早就知道 殷石 早晚跟他爹一样 成了蟒贼的走狗 大哥 大哥 文叔回来了吧 怎么 你没找到他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我还以为他早就回来了呢 这孩子 快去找 少爷 衙门里的人又来了 好 谢灵大人 不知深夜之此有何要事 印将军 深夜造访实在冒昧 不过 太子府连下了这么多道太子令 您 催问将军 为何还不动身复命 太子府 是 哥哥 小妹 他们这是 县令大人 请你回复朝廷 殷石无能 这毒计消卫制止 殷石实在不敢领受 是 殷将军 县令大人 您这是干什么 殷将军 您就可怜可怜下官吧 下官我 您看看这太子令 您要是不去长安 下官我就要人头落地了 这 大哥 找到了吗 没找到 大哥别着急 我想他 会不会去了殷家庄 殷家庄 真是不争气 奶奶 在 点骑人马 跟我去殷家庄 是 小姐 小姐 可把我吓坏了 一大早就不见你 哥哥呢 少爷 他昨天晚上 喝了一夜的酒 小姐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县令可是说今天要派人来接咱们呢 看来 这殷家庄 是待不下去 那去哪儿啊 去长安 是吗 是吗 花君 你帮我拿件衣裳 我到庄外走走 哎 小姐 艳小姐 你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们要走 我来看看你 去长安 你走了 就不该再来 你是高祖玄孙 皇室宗亲 不 大汉一王 我是不孝子孙哪 我爹曾帮过王莽 害了你们刘家 我哥哥现在是 王莽亲风的多计孝伟 也许有一天 会与你在两军阵前对垒 我不管 这和你我没关系 你我混约已除 我是你们刘家不要的人 丽华 我恨你 你该恨我 自从我在殷家庄 能见到你 我就一直在想 我为什么生在刘家 我为什么就不应该喜欢你 我来找你 是想求你 不要去长安 我真的不想 看见你哥哥和我大哥 在两军阵前生死相搏 我不想我们两家再生仇怨 丽华 我 小 你 刘秀 你来干什么啊 华洁 别叫 少爷 少爷 什么事 庄宗外面来了好多人 好像是 是那天来过的刘家的 都拿了 他怎么拿着刀呢 什么 刘衍 这事千万不能让哥哥知道 小姐 刘公子 你快走吧 我不走 殷小姐 请你答应我 小姐 他要你答应什么 殷师 我问你 我三弟呢 你把他交出来 想动手也该找个别的好理由 他不是被你们接走了吗 三公子的马就在你家墙外 你还敢说谎 你胡说 殷师 你想用你妹妹勾引我三弟 没门 上 哥哥 哥哥 小妹 她怎么会在这 他 三弟 你过来 大哥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 刘衍 你这点伎俩去哄骗孩子还差不多 有胆量的 你就上来 比活比活 哥哥 好 来呀 大哥 不要我大哥 殷家庄是我自己要来的 和他们没有关系啊 大哥 我求你不要动手 你 大哥 伯生兄 伯生兄 有官兵朝殷家庄来了 好你个殷师 果然跟蟒贼穿一条裤子 我先宰了你 你敢 哥 大哥 大事要紧 咱们带的人不多 文叔既然没事 咱们先撤吧 大哥 好 我先着论你这回 走 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走啊 刘公子 小妹 你还想怎么样 哥哥 咱会收拾东西 咱们去长安 我不去 小妹 小妹 你要是不走 你要是还想着刘秀那小子 我就不是你哥哥 我要等这个官 给刘家人看 现在他们是贼 我是官 大哥 李通 在 把他给我关起来 是 大哥 这 关起来 大哥 我不是你大哥 大汉的江山都没了 你知不知道 咱爹是怎么死的 你都忘了吧 你好好地想想吧 大哥 你看 那什么 是鸡民 快 关城门 快点 不能让他们关城门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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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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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皇 是母后叫儿臣来的 母后说她想见一间碧儿 她的病好些了吗 太医说好多了 你要常守在她身边哪 父皇 儿臣这些日子 一直守在夜庭宫母后身边 一直 我听说你身边又聚了一些人 是些什么人哪 父皇 那些都是陪儿臣一起读书的 驾 驾 读书 不是想聚一些人 要做些什么吧 父皇 儿臣 已欣慰父皇的江山社稷着想 绝无二心哪 好 那就好 书要多读 话要少说 你是太子 普天之下能让你掉脑袋的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朕 是 父皇 儿臣已经知道了 报 启禀陛下心眼急报 什么事啊 父皇 流眼攻占了心眼 什么 小妹 你看这院子不错吧 在这个院子后面 还有一个院子 跟咱们银家庄的一模一样 你看 把东西都抬进去 你们先进去吧 那位是殷将军 我就是 太子府令 请殷将军太子府回话 好 小姐 来都来了 您就别跟少爷呕气了 您看 这园子跟原先那一样的 少爷也算是费了不少心思的 再说了 不少人 长安也挺好的 比咱殷家庄大多了 少爷说 他十几年前离开后 就再没回来过呢 人变了 园子下 有什么用 少爷也是为了殷家呀 亡莽蹿害 万人可助 小姐 这可是长安 不比殷家庄 少爷一路吩咐 说话得小心 说话害不了殷家 他当王莽的官 才是害了殷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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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殷将军啊 免礼 免礼 殷将军 我等你多日了 殷将军 你能接受黄蜂 皇上很高兴 新朝出力 正是用人之时啊 像殷将军这样年轻有为之人 皇上是很看重的 殷家与刘家的恩怨 我和皇上也是一清二楚的 这 多谢太子 你也不用太奇怪 我让你见一个人 你就明白了 吴将军 殷兄 多日不见哪 吴幻 吴将军 把你的事都说了 殷兄 太子不怪你收留叛贼 殷家蒙冤确实是不公 你放心 太子一定会替你做主的 太子就是将来的万岁啊 只要你肯为朝廷出力 所以殷将军光宗耀祖之想 指日可待 是 谁啊 是我 这不是吴公子吗 我家少爷他 喝多了 快扶他去休息 慢点 小心 进 当心少爷 好 好 好 哥哥这是怎么了 少爷喝多了 好 好 殷小姐 想不到我们又在长安见面了 是你 你来干什么 请问殷小姐来到长安 吴幻特来问安 殷小姐 等一下 殷小姐 你就这么不想见我 想不到几天不见 吴公子也成了吴将军 真该恭喜你啊 你哥哥不也是如此吗 可我还想跟你 吴将军 请让开 好 如此急匆匆地宣我们上场 大司徒 到底 出了什么事呢 这儿啊 怎么办 刘焰攻占了心意 皇上驾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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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在 朕令你在新野晚城 收缴利器 捉拿叛逆 你办得如何呀 臣已都人查办 大胆 将平宴推出去 朕 走 走 万岁 臣何罪之有啊 你自己看 而平定新野叛乱 使我新朝奠定千秋功业的大事 请皇上开恩 请皇上开恩哪 请皇上开恩哪 大司徒 你看 让谁去啊 这 这 父皇 儿臣举见一个人 谁 就是父皇 刚刚颁指恩泽的 都计校尉 殷实 他与刘家皆有夙愿 又出蒙皇恩 定会尽心竭力 朕给他一万兵马 让他夺回新野 剿灭流言 遵旨 老寿星 出大事了 刘衍占了新野 向新朝宣战了 真的 昨夜皇上 在卫阳宫一怒之下 杀了平燕 命殷实 带一万兵马去新野 殷实 谁是殷实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是皇上新封的都计校尉 听说殷家和刘衍刘秀有夙愿 殷实的妹妹 本是许给刘秀为妻 可后来不知为什么 刘家毁了婚约 殷实自此 对刘家怀恨在心 此次皇上命他出征 他 他是刘衍的对手吗 是 哥哥 哥哥 小妹 我要去西野 你要去打刘公子 不 生命难违 什么生命难违 无非是一个篡汉的奸臣 要你去涂害忠良罢了 你我兄妹 总不至于为了一个刘秀 闹得一见不合吧 那吴幻呢 他是不是在让你助纣为女 这件事 等我回来再说吧 哥哥 你要保重 这 大哥 大哥 有消息 猛贼派兵来打咱们了 来了多少人 听说有好几万呢 那么多啊 大哥 咱们才三千多人 怎么办呢 把城门堵上 有城墙挡着 我看呢进不来 那不行 这是兵法上的大忌 咱们被官军困在这儿 要是没有援兵 官军就是不打 饿也把咱们饿死了 那你说怎么办 大哥 你知道领兵的人是谁吗 就是殷家的大少爷殷石 他 好 好 省得咱们找他了 大家 也别争了 兵来将党 水来土豚 咱们跟他们打 晚生留袖求见贾先生 我家先生出城去了 不知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少则十天多则半月 你有什么事过些天再来吧 来 你这个人不是告诉你我家先生不在家 樊老 借笔墨一用 我想给先生留几句话 请你转交给他 你等会儿 请帮 往来 可以 那 那 好 烦请转交给先生 刘文书 怎么 我家先生请你进去说话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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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先生 冒昧来访 打扰了 刘家 能处你这样一个人才 大汉忠心有望了 先生过奖了 文书既无武功又无韬略 只是很愿为大汉尽微薄之力 不然 卫国者 武功韬略都在其次 重要的是 要有胸怀 读太学的时候 我想你一定是 读过尚书吧 历代的帝王将相 凡城市者 哪个没有过人的胸怀 先生是说 先生是说 文书 不知你今日到访 到底有何贵干呢 文书 是想提大哥 请先生出山的 大汉野 大汉野虽然成功 那只是守城兵将疏忽大义所致 这若要是真的在两军阵前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将无谋兵自乱 你大哥虽然勇猛可佳 但缺少的是败帅之才 心也一破 必然惊动朝廷 莽贼绝不会视而不见 等那莽军一到 我想你这两三千人马 绝不是他们的对手 请先生指点 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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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猜你就在贾先生这里 出什么事了 莽贼从长安发兵来攻咱们了 领兵之人就是殷实 大哥有什么打算 你大哥一定会去拼命的 这是一碗几石啊 先生 怎么办呢 走 三十六计走为上 莽贼既罚重兵 那他一定要赢 你们只能挡一次到两次 他还会有援兵的 到那个时候你们再想走 那就很困难了 我看倒不如这样 你们现在以退为进 让他摸不到你们的实力 先错掉莽军的锐气 文书 你看哪 有道理 那先生 那咱们 去找我大哥 走 走 他来的就跑算什么英雄 既然咱们反了就反到底 大哥 贾先生说得对 咱们就算挡得了一二 也挡不住三四 三弟你不懂 大哥 大哥 莽军已经到了河边 离城只有五里了 来得好 来啊 把咱们的人都拉出城 咱们大干一场 大哥 大哥 往上 往上 大哥 要去到河边 快走 猛 跑 跑 中文字幕——YK 杰先生 怎么办呢 邓宇啊 咱们城中现在还有多少人 算上咱们还有百十号人 百十号人 那就留下二十人 其余的人把城中所有的牲口都赶到河边林中 养土造势 然后从侧羽冲击莽军 一旦莽军阵用大乱 大队立刻回撤 我去 文叔 你和贾先生留下 还是我去吧 文叔 让他去吧 看来这座城是保不住了 但愿这城墙 能帮着我们抵挡一阵 好 朕就让你们尝一尝一卵鸡石的滋味吧 灵儿 儿臣 在 你马上去一趟新野 传朕的话 凡是抓到刘家兄弟的人 重赏 遵旨 还有 命殷石攻占新野后 遇到可疑之人 敬住之 遵旨 是 太子到 太子殿下 殷将军 恭喜恭喜 你 英雄 这回 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可惜 没有抓到匪首 刘也 那有什么 父皇要我传旨 说破城之后 凡可疑之人 禁诛之 以臣孤解 留眼逃走之后 这城中 所剩的都是贫民百姓 什么百姓不百姓的 父皇要你杀 你就杀 一杀的人越多 你的功劳就越大呀 可是 臣不敢从命 殷将军 难道你想抗旨不尊吗 臣不敢 臣不敢 太子殿下 皇上 既然派太子殿下 来军中都镇 这军中最大的 应该是您太子殿下 这令嘛 自然要太子殿下发才对呀 真的 好 好 来呀 传我的令 破城之后 所有的人 全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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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